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97集 啊 圣帝 白小春激动 不知觉地走到了血瀑布的边缘 感受着这里浓郁的血气 这血气对他而言就是大补 随着吸收 白小春精神振奋 想要再多吸收一些时 忽然的一股危机感让他立刻退后 几乎就在他退后的瞬间 一声轰鸣 从他之前所在的地方传来 那是一道弧形的血光 白小春一眼就认出对方 此人谁呢 正是宋缺 他开口后不再看白小春 而是转身踏入血瀑布内 重新打坐 缺心眼居然在这儿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运剑世界内我打得你哭得也狠娘 等我以后在血系中混出头的 让你好看 哼 白小春心中恨恨 琢磨着以后最好当着宋缺的面 称呼宋君丸姐姐 定要让这宋缺憋屈 白小春内心冷横 这才离去 途中他路过了七八处血浸明显浓郁的地方 可每次只要一口气 稍微时间多一点 立刻就有人杀出 将他赶走 言辞毫不客气 甚至有一次竟杀出了三人 仿佛若白小春继续停顿 立刻就会杀人 白小春愈发不愤了 觉得这些人太霸道了 自己只不过是去吸了一些血气而已 有没有去抢夺地盘 不多时 白小春来到中风 负责心筋护法的中风阁 在这里接待他的是一个老者 这老者身上修为筑机后期 扫了一眼白小春后 察觉白小春是反倒筑机 于是义夫不愿意搭理白小春的模样 拿走玉姐 给他换了一个身份令牌 又给了他一个血色的玉姐 一件内是中风秘法 血沙戒 你可自行修炼 若是不懂 每隔一个月都有太上长老讲解 花费贡献 可取闻道 若是贡献足够 还可申请太上长老单独讲解 至于你的洞府 我中风护法洞府还有三十七间无主 你可随意选择一处 若觉得不好 认为自己有实力 也可去抢起他同门的洞府 好了 你可以走了 老者一挥手 重新的闭目打坐 白小春拿着两枚玉姐 觉得这也太简单了 临时融入后 脑海里浮现了一张中风的地形图 里面有标记洞符所在 他眼看天色还早 索性走了一圈 直到黄昏时 终于将这下肢护法区域的空闲洞府 都看了一遍 单独来看都很不错 可与其他人比较 明显血气少了很多 白小春只能从里面 选了一个相对好一些的 搬了进去 看着比在内门时 好了太多的洞府 白小春还是觉得 没有自己在灵犀宗的气派 他有些不服气 可却没办法呀 于是叹了口气 拿出那枚血色的玉姐 灵力一扫 轻移了一声 诶 以血气凝溅 形成杀戒 无论是伤人还是受伤 都会刺激血气 使得血剑更强 这是什么秘法呀 白小春有些惊讶 仔细地看了看后 神色逐渐变化 到了最后 更是心惊 想起了当初在允剑世界内 颂缺施展的血剑 这血剑 是中风秘传 只有筑基修士才可以修炼成功 诗风炼师 无名风炼魔头 绍则风 魔血炼体 这中风就是血剑杀戒 白小春微微动容 他发现 这血西宗在这一点上 要比灵西宗好一些 这种秘传功法 完全开放给弟子修行 人手一份 而且明显 这血杀戒很是不俗 白小春沉吟中 再次看向玉姐 最后找到这血剑的来历 竟是血西宗曾经一位老祖 研究这只大手后获得的灵感 创造了这血剑杀戒 又经过一代代人的补充与完善 最终成为了血西宗中风秘术 白小春若有所思 研究之后 右手抬起掐绝一挥 顿时全身血液猛的顿了一下 四周地面 无时无刻都在飘散而出的游离血气 在这一说 向着手指凝聚而来 可却很是声色 半上后也没有凝聚多少 白小春皱起眉头 手掌一挥 散去血气 他沉吟片刻又仔细地 明误了一些预见 在此尝试 可依旧还是声色 仿佛总是有些区域不通 难以做到流畅 按照预见所说 这血剑的第一步 是抽离自身血气 以此为影 凝聚更多 他人血气凝聚在指尖 化作剑气散处 这是基础 而后按照秘法 就可以在身后 逐渐地形成一把血剑 白小春再次尝试 依旧不行 不对啊 白小春诧异 他想了想后 索性没有按照这预见所说的方法 凝聚血气 而是不死成神宫运转 立刻 他周围的那些游离血气 还有四周地面上 一丝丝血气瞬间升起 仿佛是被强烈的吸引 刹那而来 只本白小春体内钻入进去 瞬息 这些血气 白小春没有去吸收 而是以身体中转了一下 凝聚在了右手中指的指尖上 眨眼界 一股浓郁的血气轰然出现 形成了一尺长的剑气 所有过程 如行云流水 很是自如 这一幕 若是被外人看到 必定会瞠目结舌 从血稀宗有史以来 最快掌握血气绕枝成剑气的天骄 也是用了一天的时间 而白小春 如果不算之前的错路 那么实际上 他只是几个呼吸 就本能的掌握 白小春看了几眼手指上的剑气 知道自己是取巧了 若有所思 这血沙界不俗 这分明是一种 不死血的操控之法 只不过因血稀宗 没有人具备真正的不死血 而是依靠吸收血气 强行改变体内鲜血 逐渐转化 所以抽离血气外散时 自然脖杂 故而才需要其他血气来融合 要么自己伤 要么别人伤 以此增加威力 若是能到了一定的程度 自身的血 在这长久的融合血气中 彻底改变 或许真的有一天 可以用这种方法 直接获得堪比不死券最后一个境界 不死血的效果 可这显然太难太难了 正确的方法 应该是催发自身体内的不死血 让其产生血气 凝聚成剑气 以此为基础 演变后成为血剑 一剑落下 惊天动地 所以 我这取巧的方法 实际上也是错误的 白小春沉吟后 深吸口气 立刻手指上的剑气消散 成为血气后 猛地被吸入白小春体内 这一次 他选择了 融入全身的血肉中 使得血肉力量增长的酸麻质感 再次出现后 白小春没有如往常一样 继续运转不死金刚 而是目光一闪 右手掐绝石 按照血沙界的口诀 从体内强行地抽出血气 这一刻 他体内所有的血肉猛地收索 在这收索中 慢慢地从他全身血肉内 滋生出了一丝血气 这是白小春不死筋疲 不死金刚诀 集合所有 再加上这大手的字样 才凝聚出的一丝 真正的属于白小春的 不死血的血气 以白小春如今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形成自己的不死血 但通过这个秘法 却是强行地挤压出了一丝血气出来 这血气虽然很少 微不足道 可在出现的遗述 血系中的这只大手 召唤之感 前所未有的强力 白小春呼吸急促 勉强操控这一丝气血 从指尖散除后 拆绕一圈 形成了一道剑气 这才是最正宗的血杀戒 或者说这是不死血戒 虽只有一丝 虽在量上与其他主机修是无法比较 可这一丝不死血气 是无数寻常血气 凝聚又淬炼后 都未必能达到的境界 他可以摧枯拉朽 做到碾压所有 在这剑气出现的刹那 整个中风所有血气 都猛的活跃起来 使得无数助击修士 纷纷诧异 可却找不出原因所在 白小春呼吸急促 他没想到真的可以成功 此刻目中露出激动 这不但是一个杀手锏 更是一个 可以让我在如今这个程度 凝聚出不死血的方法 这么下去 我就可以提前的触摸 不死血的境界了 白小春振奋起来 此刻深吸口气 慢慢的收走了指尖上的不死血气 将其融入体内后 在之后的日子里 不断的尝试练习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